Yo 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來到蘭諾的 YouTube 頻道 今天很精彩 我們要跟你分享三個 我們在結案的時候碰到的鳥事 然後這些很慘痛的經驗 除了就是當作故事來聽之外 我們也會跟你分享 在結案之後 我們是做哪些事情 來避免這些問題再次發生 然後其實這些很慘痛的經驗 其實有讓我們了解到說 結案它不僅僅是 像是前置拍攝跟剪接而已 其實處理人的問題 還是真正需要你傷腦筋的地方 那也希望我們的經驗 可以就是讓你在看 看完這些影片之後 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的權益 那當然這部影片 雖然會提出三個之前很鳥的事情 但是我們的目的 不是去公審我們的客戶 或者是公審業界的任何人 我們只是因為要講這個故事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事情的本身 能夠把這個故事套上去 那當然我們為了就是要保護客戶 所以我們也不會去把事情講得太明白 然後你們大家其實也猜不到 到底是哪個客戶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的用意 我們沒有要就是公審客戶 然後只希望你們可以從這個 我們這些故事面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讓你們不要再反這樣子的錯誤 好那第一個故事 我們稱之為 客戶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這個大家應該常常碰到 那這個公司是我們 也是剛開始接案的時候 就是比較初期的案子 這三個都是還蠻初期的案子 那那個時候顧客他想要就是 製作的是一個產品的廣告 然後呢用影片來行銷他這個產品 然後呢來下廣告等等 那他們希望他們的影片就是可以就是 呼應公司是比較活潑 然後比較有潮流風格 所以呢就找我們接下這個人物 因為我們團隊都比較年輕 那當然在一開始 雙方都還蠻客氣的 然後呢每次開會氣氛也都很輕鬆很開心 然後開拍前呢 客戶也表示他們就是全權交給我們處理 然後他就是相信我們的風格跟專業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犯了第一個錯誤 就是因為他們說全權交給我們處理 那我們就沒有製作故事畫板來跟客戶共通 有時候想說啊他們相信我們 所以我們就只有寫了拍攝的shot list 然後呢安排好器材就開始出發拍攝了 那拍攝當天其實也都蠻順利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個客戶 他也有派窗口來跟拍嘛 然後也都有確認畫面 確認所有素材 那也就是我們拍一顆鏡頭 他確認一次這種拍攝模式 然後也都順利走完了 那到目前為止啊 都還是一個很愉快的案子 甚至是那一天我們團隊還跟 客戶公司的董事長還是CEO 吃了一頓午餐 然後他好像 那一餐是他請的嗎 好像是吧 我們就想說啊超級BuddyBuddy 然後結果沒想到開始剪接之後 我們的劇情呢 也跟著Plot twist 然後就急轉直下 那這個案子的合約 我們是千可以修改兩次 也就是A copy修改變成B copy B copy修改變成C copy 也就是所謂最終版的 就是Final copy 好那我們在把A copy剪接完之後啊 他們就開始表示有很多畫面 他們不喜歡 然後呢覺得音樂不適合呢 所以就是要我們整個重做 那不管是有沒有對應的素材可以換 或者是我們甚至會要自費重拍 這其實都很不合理 因為拍攝當天窗口 就是客戶窗口在現場嘛 然後他都看過素材 他都覺得我們超棒 這是他自己講的 所以追根究底 我們不應該發生這種問題才對 那後來我們才了解到說 這個是在拍攝之前啊 那個窗口他沒有先跟他的上司 也就是董事長本人 沒有先討論 釐清整個影片的內容 他們就開始做拍攝 所以這樣會導致出 就是我們拍出來的東西 是符合窗口的期待 但是不符合老闆的期待 才會有這種就是 專案整個就是 歪掉的狀況 那我們就是根據合約 我們可以改兩次嘛 那我們就勉為其難 在沒有補拍的情況下 就是換的音樂然後改了節奏 把B copy跟C copy 就是完成給他們 但是這兩次其實也不是修改 他幾乎是整個是重檢的狀況 好不過呢 他們就是針對我們自己 剪的最終版 他們還是不滿意 所以呢他就跟我們 拿了原始檔案 然後他們就自己拿去重檢 然後呢就是 他們最後上傳的final copy 跟我們給的也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是他們連顏色都沒有調 就還看得出來是flat profile 然後呢 我們那個影片就上線了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還蠻難過 因為我們從滿心期待 然後到歹戲脫棚 就是整個弄得我們團隊心很累 那其實這樣子也讓我徹底了解說 就是前置溝通的重要性 所以呢我再也不會去相信 就是全權交給我們處理這種說法 我永遠都會等到對方自己決定要什麼 我才會開始去製作影片 而且我一定會請窗口 辦法拍攝規劃 過到最後一關的負責人來確認需求 他們蓋上之後 然後呢避免這種重拍狀況發生 好那以上呢這個是我們的 就是第一件鳥屍 好我們來到故事2 這個呢我們把它稱之為 顧客的背後還有顧客 那這其實是個大企業的案子 然後他們就想要製作一個年底的 就是年度的回顧 就是紀錄影片 所以我們在就是那年的 好像年初就開始拍攝 那這整個案子其實是長達一年 甚至是更久 然後大概要紀錄 好像五到六次大型的活動 然後呢最後用活動精華的方式 去搭配像是旁白來完成 所以其實還蠻簡單明瞭的 不過呢這個案子最吊詭的地方 就是我們之間的合約 只能夠用他們公司法務 提供的公版合約 也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條款 我們不能列 我們也不能刪 要通通接受 才能夠簽下這個案子 另外這份合約裡面最有問題 就是修改的部分 一般我們的修改呢是總共兩次 我們剛剛在前面有說過 但是這份合約 他們是要我們認可第一版 才可以進入到第二版 也就是說他們的官方說法是說 他們要有A1 A2 A3 A4 或者是A5等等 copy 我想像是很像在念奧迪的策管 然後一直像這樣子 我現在那個A copy過了之後 才會進入到B copy 然後呢在第二版的時候呢 就是跟我們接下窗口 他就會沉到主管那邊去做審核 那如果審核沒有過 他就會把B copy退回 然後呢我們要再回到A copy去改 那現在聽起來就是很不合體對不對 不過那時候呢因為我們公司 還在成長嘛 我想說要獲得一個就是 可以穩定又可靠的客戶 然後他們又是大漆耶 我們想說啊就是我們退一步 那我們也就簽了這份合約 然後一樣的話就是 又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好整個案子出問題 大概是在年末的時候 就是顧客想要拍攝的活動 他們自己有一半都沒有舉行 因為他們自己內部的各種原因沒有舉行 也就代表說我們大概是 只有一半的拍攝有執行到 但是我們已經開始拍隔年拍攝 我們自己還有其他案子要接嘛 所以導致有一大堆的不確定性 那為了就是要求小心謹慎 我就希望我們可以再簽一份補充合約 然後呢確定接下來半年我們要怎麼執行 然後要在什麼時間點之前全部做完 我們才可以去抓下一個年度的schedule 但是沒有想到這個窗口啊 他就因為要過法務那一關 他覺得很麻煩 可能要開會啊或者是要走審核 或者是要去找他的主管 那種內部流程 他完全不想簽這個補充合約 他甚至還在電話那段就是情緒勒索我們說 我們原本這麼相信彼此我們是合作夥伴 為什麼需要再簽合約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就是很扯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我們也踩得很硬 因為其實就是拖了一整年 然後中間他們就是多多少少 我覺得有些也是做蠻扯的事情 那我就問他說不就是因為信任我們 才願意簽合約給我們嗎 那這個其實也是第一次我在電話裡跟客戶吵架 然後呢我們也跟他們講說 沒有合約我們就沒有辦法繼續製作影片 那真的不行就是你們連尾款都不用付我們了 那我們講這句話他們才開始讓進度推進 然後呢這個就是一個活動紀錄案子 竟然就是要讓我們這樣大動肝活 然後讓我就是暴怒 所以我很真心希望就是各位觀眾不會有這種經驗 然後呢因為這種經驗真的是還蠻耗費心力 然後這邊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 客戶不是拿來跟我們吵架 然後我相信大家沒有人想要吵架 只是有時候真的要踩硬一點的時候啊 就是我覺得是要讓另外一端知道 不管你是假方還是乙方 然後呢這個就是你的boundaries 這個是要set出來的 那最後的剪接我們大概修改5字左右 然後呢其實沒有預期中的那麼可怕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可以盡早的結案 所以我們其實剪得非常非常認真 這支影片還是很高的品質 所以這幾次修改都其實算是小的調整 我們才能夠就是在最後就是比較順利把影片做完 那自從那件事情之後呢 我就再也不簽這種就是修改次數是超級不合理的合約 不管對方多有名或者是就是多厲害我都不會簽 然後除此之外呢我也會將這種就是 時間跨度比較長的案子會加上一個叫做逃脫條款 就是如果發生什麼問題至少我們有法律依據 可以跟雙方討論該怎麼辦 然後呢再一個可以不用簽補充合約的情況下 把案子截掉 那雙方都可以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來逃脫這件事情 所以說如果你也是想要爭取一個穩定的客源 但是你要犧牲掉自己很多的權益 你可能也要問一下說自己得到的回報 是不是真的就是值得你欺騙一下這個不平等條款 然後這邊再補充一下就是逃脫條款不是說 我哪天早上起來我不想做 然後呢我就可以就是不用負任何責任然後就跑掉 不是像這樣子 那當然客戶那段也不是像這樣子 而是雙方如果都贊成說這個案子我們做不下去 我們不適合我們要怎麼分開對雙方都是好的 然後呢不要讓一方吃比較多的虧 這個是我們所謂稱之的就是逃脫條款 好最後一個故事呢就是我們稱之為是客戶的資金困難 那這個故事主要是一個新創公司 然後他們其實很年輕 整個公司大概就是兩個人 然後成績大約就是一年而已 然後呢他們在一個政府的新創比賽中去參賽 然後呢他們就獲得了一筆資金 然後呢要繼續晉級來維持公司的營運 那他們在找到我們公司是就是比賽已經進入入圍的情況下 他們自己還滿有資金說他們有機會可以獲得最終的前三名 所以呢他們就是希望在比賽中的微電影 可以就是請一個專業團隊來製作 所以呢我們才開始接洽 那我們其實也知道說他們很草双 所以我們就給出了一個在得獎以前的一個 就是打折的價格來就是製作的方案 讓他們就是負擔不要那麼大 那他們就是也很開心然後就答應 然後呢就是拍攝當然就是很順利進行 然後呢我們也順利的交片給他們 整個拍攝過程都很都很棒 結果呢殊不知他們在入圍得到的第一筆獎金 他們自己已經全部用光了 所以呢我們在影片交件呢 其實只有拿到一半的費用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訂金 剩下的錢呢其實不多 其實也就是五萬塊而已 然後呢我們討大約是半年才把全部的錢要齊 我自己打了超多電話 然後就跟討債集團一樣 就在電話裡面就是動怒 然後呢就是也讓我覺得就是 超級超級累 然後就是教練我只想要拍片 怎麼會怎麼會那麼難 那那次之後呢我們就是也在合約裡面加入了就是 費用持交的法金 那讓對方就是如果他們正是故意拖延到不行 那我們至少有個法律依據可以去救濟 但是當你就是動躍到合約的時候啊 其實是需要打民事訴訟的 那不僅要花時間 那當然也會產生許多費用 那到頭來其實搞不好你還不一定會賺 或者是你要花很多行李 所以呢會變成說我們會更謹慎的去學我們的客戶 那當然如果猜想到對方的財務狀況不是很健全的話 付款的方式呢我們可能從原本的定金的 就是一半一半變成定金30 完成30% 然後最後交減40% 或者是可能就是直接拒絕這樣子的案子 然後避免剛剛我們講的那些drama 然後啊就是後來其實我也聽到就是說 在業界有蠻多就是那種業主會拖款的狀況 一種狀況就是這種他們是拿 拿別人的錢來就是請我們 他們只是在當個中間 他們其實手頭上根本沒有這個錢 他們有點像是在開一個空頭支票 他會一直跟我答應說 好我明天會付 我明天一定會付 請你相信我 請你相信我 然後我這樣聽我就好 我也不能這樣子 就是一直逼人家 所以儘管我是被欠錢的那一個 我就說好啊 我就是我明天欠錢 我戶頭一定要看到這個錢這樣 然後結果 想當然晚上6點錢還是沒有進來 然後我就再打電話給他 他們就是會不接等等 那後來這個人 我覺得我相信他還是好人啦 他就是最後還是有把這筆錢 就是付給我們 但是你就會覺得說 就這樣小小一筆錢 就是我覺得5萬塊真的 就是不多啦 以他們當時的獎金來講 然後又讓我們這樣拖到這麼久 然後又讓我們一樣花時間 就是晚上吃完飯 還要這樣子打電話追他 然後我就會覺得 好那以上三個就是我們在街案初期碰到的一些鳥事 那有時候你想要好好拍片 然後已經付出你的全部 你想要把一部影片拍好 但是結果他不一定會是好的 因為人跟人之間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出來在江湖闖 就是這件事情要記在心裡 那因為今天的時間有限 我們很多細節沒有提到 如果你對於就是街案有更多的興趣 想要了解更多的資訊 其實我們最近有製作一門就是新的街案的線上課程 會來告訴你一些就是街案要注意的各種方方面面 那除此之外呢 在課程裡面我們也有提供一份合約 可以讓你直接去拿去做實用 可以幫助你保護自己的權益 那當然如果你對課程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點選下方的連結 那邊會有更詳細的資訊 我們還附上一個免費的報價的計算表 那你可以直接也拿去做實用 然後呢看看你的報價要怎麼去 就是怎麼報會比較順一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一集見 Cheers 全部都給你 Ben